Lan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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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大家好 又來到問問DOTALK的時間 上集和大家講了 一些過期電器的危險 今集和大家講一下 怎樣可以判斷那樣電器 真是過期 今日我主要講大家 家常都會出現的四種不同的電器 包括冷氣機 雪櫃 洗衣機 電視機 先講冷氣機 如果你的冷氣的制冷功能 受到影響 即是噴極也不夠冷 而且噪音非常之大 有機會噴出來的風 有一股噴味很難聞 而且嚴重點 可能噴水出來 即是代表你的冷氣已經夠其換 除了你可以找師傅來維修一下 我勸你不如買那部更實際 到了雪櫃 如果你的雪櫃 它的制冷功能也是不行 同一時間它的噪音很大 甚至乎它的雪櫃會震 其實你的雪櫃已經過期了 你要檢查清楚 究竟它的制冷功能 可否確保食物 都在適當的溫度 否則很容易滋身細菌 接著就到洗衣機 洗衣機一樣 如果過期的話 噪音會比較大 而且洗的衣服可能不夠乾淨 達不到洗衣機的功能 長時間下去 會導致浪費水費 浪費電費 如果那些零件老化 甚至乎過熱 甚至是爆炸 所以大家千萬要小心 到了最後電視機 其實大家都想到 老化了的電視機 可能看得不清楚 畫面會窒 或者螢光網在那裡跳 都是一樣 如果老化了電視機 它經常會過熱 甚至乎它會出現危險 就是爆炸 又或者它是著火的危機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講了四種會過期的電器 希望大家檢查清楚 自己家裡的電器有沒有過期 今天問問多偷的時間又到了 問問多偷 宜蘭逐個足 拜拜